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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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夢想其實是 先買了這塊地之後 就會覺得說好像可以蓋一棟 屬於我們家的一個大城堡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可以來個自訂自建 然後希望說全家人都可以住在一起 會比較熱鬧啊 因為家裡的成員也越來越多了嘛 所以會覺得說大家一起住 也是還蠻開心的這樣 其實當初是姐姐這邊 做統一的找尋 因為姐姐看了其實 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設計公司的資料 第一點也是因為地緣關係 我們可以就近的討論 跟統整一些可能未來想要的需求 然後因為黃總監的設計風格 也是比較偏現代風格的 那剛剛好姐姐也是比較喜歡現代風格 所以才會找上黃總監 那黃總監比較厲害的是 因為我們有三個不同的家庭 然後我們有不同的需求跟要求 也是會有三個不同獨立的空間 那黃總監這邊會幫我們依照不同的需求 去做一個統整跟規劃 所以這點其實是還蠻厲害的 這個案子這個家已經真的很久了 從當時他們來找我們的時候到現在已經七年多了 還記得三年多前我們還帶觀眾來就是看這個工地 還是工地的狀態的時候 還有招待所的工地也都是 對啊 所以這七年我們完成了主動還有招待所 對 那因為他是自立自建案子 其實那時候屋主還沒有找到建築師 就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跟他推薦的就是我們長期合作的一個建築師 那我覺得這個好處是說 從土地規劃到建物其實我們都可以一直參與 包含圖面的修整 然後跟建築師的討論 然後跟屋主的一些建議 我們其實能夠很快的在早期間 就能夠把它融合在我們的整個設計圖裡面去 當時我們在規劃的時候是一家四口 對 現在已經是一家九口 九口 對 已經是九個人的家庭 然後成員還陸續的在增加 有可能會再增加 對 所以當時其實我們就是有預先規劃到後期 這樣子這個很長遠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的房間數流的真的也很多 尤其是我們在規劃這個客廳的時候 對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當時就把這個圓滿的這個元素 我們就把它先放在天花板上面 因為它的空間的關係 所以除了圓滿我還做了一個有巴的意涵 也就是說可以發 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這樣子 我們又圓滿 對 又可以發 今天我們來到黃總監的空間 然後今天這一個呢 它是一個自立自建的別墅 所以在空間規劃上面可以有很大的發揮對不對 對 那因為它是一個自立自建的案子 所以它的格局其實非常大 對 所以我們在一樓的部分我們規劃的就是它的客廳 然後餐廳還有廚房還有一個掌清房 對 然後因為空間它的調高很高 所以我們利用很大量的食材做在它的壁面上 把它整個的氣勢帶上來 那還有就是因為屋住很多的收藏品 對 所以我們設計很多的展示櫃 我們運用很多大量的鐵鍵還有鍍鈕 做成它很多一些層架 然後運用一些照明 讓它整個的一個展示品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收藏 嗯 了解 那像我發現啊 因為這一次的車庫就是在這一層地面層 對 所以等於一進來就是我們的大門路口 對 那你設計了一個這個造型牆來區隔出這個玄關的空間 對 因為它空間很大 它的不管它的寬度跟深度其實都非常大 所以我們把玄關坐在大門口進來 做成一個空間的界定 那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玄關區跟我們的客餐廳的區塊 那玄關的設計其實也是一樣就是 這邊照明翔我們希望它並不是太大一面一直到天花板 所以我們其實把它降低它的高度 那那視覺上其實還是有一個穿透的效果 對 而且這個造型牆我發現它是有機能性的 對 因為入門口其實很多東西需要在那個地方去做呈現跟收藏 對 像第一個就是像穿鞋椅 對 其實長輩他們這樣穿鞋其實比較安全的 然後還有鞋櫃收納 還有一個就是一個穿衣鏡的一個可以整裝的一個界面 整裝的區域 那玄關這道牆的另外一側就是電視組牆 那一樣我們兩邊就留了動線 那就是它不管進來之後 往左往右其實都很方便進入客廳 然後電視牆面我們一樣 這次已經用了大片的食材 然後旁邊一樣搭配我們一些鐵劍 還有木座的一些層架作為展示 對 那它一些電器的收納其實在下面也可以看得到 對 它可以收得非常好 那再來就看到這面牆面 那這邊牆面一樣我們結合一些就是鐵劍 還有燈光效果還有食材 對 那我們這邊還藏了兩個機關在裡面 對 一個是我們備用的一個收納櫃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掌清房的一個隱藏門 這邊裡面還有掌清房 對 那門關起來就是我們造型牆面 所以包含就是剛剛講的就是主廠 還有就是我們隱藏門 還有我們的整個的一個展示牆面 都是整個一體成型的 對 說到這個一體 因為我們一進來 我發現其實旁邊這有一個結構柱 對 可是因為你整體設計的關係 讓我完全覺得它是融入在裡面的 對 因為結構柱它的垢距很大 所以它勢必一定要在中間立一個柱 那當然這個柱子當初我們在跟建築師談的時候 希望把它移除 那建築師覺得說再怎麼樣 以結構安全來講 他真的不建議我們就是當初不要畫進去 對 所以我們還是只好想辦法把它隱藏下來 對 可是它現在在這邊是非常合理 對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用成弧形的一個石材 然後還有旁邊就是搭配一個 杜泰的L型的一個造型鐵件 然後搭配還有吊燈 就把它當成一個進到客廳來看到的一個端頸的感覺 然後這個杜泰鐵線屏風 因為我們必須考慮到它的這個一個穿透性 對 所以我們運用了很多的格柵的做法 然後還有搭配一個石材檯面 讓它當成一個端頸的一個基礎 對 所以當初在這一個地方的設計 其實花了很多的心血 那像我在看到天花板 我很想跟你討論天花板 是兩個圓跟一個弧形組成的 對 因為它其實空間 剛剛講的空間區塊很大 那怎麼樣讓整個天花板的設計 其實可以融合在一起 對 那我們當初也是想說 如果說把客廳跟餐廳兩個做分開 可是你覺得說這樣子整個空間感 好像就是沒有融合在一起 對 我們希望整個空間是有點融合 就是不管客廳 餐廳都是 所以我們在天花板運用上 就是利用兩個大圓搭配燈光效果 還有弧形的燈光做一個圍繞 所以我們在上面 有留了兩層的一個燈光效果 對 那兩層燈光效果 下層跟上層其實它還是本身來講 就是一個弧的收編 對 所以其實這個工法難度其實非常高 做了很久 而且今天的照明不是漂亮而已 聽說你們有很貼心的設計 因為空間蠻大的 所以開關其實非常多 那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就是情境式的一個設計開關 對 讓它很直覺能夠 設定好之後就可以按 這個按鍵就是什麼樣的情境 這個按鍵是什麼樣的情境 然後很方便的使用 再來就是我自己非常有興趣的餐廚區 因為我知道屋主家庭成員其實很多 所以餐廚區的動線是非常寬敞流暢的 那因為它習慣還是熱潮為主 對 所以我們在後區有設計一個自動門 那自動門這邊一樣就是一個回室的一個動線 所以它不管往左往右都可以進入到它的熱潮區 然後出入也非常方便 然後外面當然就是我們的侵蝕區 對 那侵蝕區我們一樣就運用很多的一些 該有的一些設備像紅酒櫃 紅酒冰箱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電視 其實它有裝飾在那邊 那就是用餐廁可以看 那我們檯面上也設計就是用塞麗石做成檯面 讓它整個好清理 對 所以它整個的一個 餐廚區的設計動線 它就是它的使用都非常方便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完了主要的客廳了 對 因為這是非常的寬敞大氣 而且其實裡面什麼樣的機能性都已經有了 然後還兼顧了很漂亮的美學在裡面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往樓上去看看 為了滿足一家酒口想要鑄造一起的願望 兩位總監在建築初期就參與別墅規劃 所以室內的格局和動線都能依照需求事先規劃好 才能打造一層一戶 讓每個家庭都有專屬的生活空間 藍原物主在生活機能上其實它非常重視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規劃就是一層一戶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配置上還有一些電器設備的配置上 我們其實都想的非常多 那像後疫情時代電子儀儲 然後還有掃地機器人這些 其實我們都已經思考進去了 而且我們每一層都會有就是客用的浴室 然後還會有電動門 電動門的設立其實是除了隱私以外 其實還有節能的作用 然後我們就是開門進出也都很方便 平常沒有用就把它關起來 現在我們在二樓就是屋主夫妻的空間了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這裡其實每一層樓都有一個獨立的客廳 對啊 我們這裡就是二樓的專屬屋主他自己的空間 對 那有他的空間就是有客廳 然後睡眠區更衣室還有非常大的衛浴空間 屋主呢平常就是如果睡覺之前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或看個電視 那屋主他很喜歡就是食材 所以我在這一個空間屬於屋主的空間 我在幫他設計的時候就是會用深色跟淺色來搭配 包括比如說我們的那個地板 對 是比較深色的大理石 那我會再幫他在電視牆 我會配一個就是比較白色系的大阪磚 那在這個配色中間我會再搭配我們的那個木紋 對 比較深褐色的木紋進來 那當然我會配置的沙發就會比較淺色 對 然後我會在軟裝就是我們的抱枕上面會再挑一些比較活潑的顏色進來 像進入主臥之後主臥的後面還有很大的更衣間跟衛浴 是我非常羨慕的 因為我們是自立自建 對 所以這個很大超大的更衣室是屋主的 他當時在找我們規劃的時候就有說屋主衣服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已經一再的強調 所以我們就是給他了一間很大一間的更衣室 對 那你既然這麼大的更衣室你當然就是細節要很多 包括你哪邊是長衣哪邊是短衣哪邊是圍巾哪邊是飾品 然後梳妝台我們又要給他什麼樣子的設計才能夠符合他這麼大的更衣室 我在更衣室的時候我會往內看 我這個這麼美的浴室我可以看到什麼 所以我會在設計的時候我就是把男女主人的面盆 台面我就把它分開 所以每一個人都很大的面盆的這個台面 然後各自使用也會有很漂亮的鏡子跟燈光 對 其實我在規劃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這樣子看進去我會看到什麼 所以我就會開始想像我把浴缸放在這邊 然後我在躺在這邊泡澡的時候 我會看到什麼呢 我看不到外面的星光 那我們就自己創造一個星光的天花板給屋主 看到這個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開心很幸福 然後馬桶 馬桶通常我們都會把它隱藏起來 或者是會做一個門 但是這裡沒有 因為我已經有做了浴缸的被搶 所以我的馬桶就會藏在浴缸被搶的後面 那自然也不用再做門 看到浴缸說往左轉 我這邊就可以往淋浴走 然後淋浴這邊我一樣有做一個門 所以我們在淋浴的時候也不會冷 然後在淋浴的左邊呢 是蒸汽室 然後淋浴的右邊是烤箱 所以光這一個主臥的浴室空間是非常非常的難 對而且非常舒服 可以在裡面享受一整天那種桑拿的感覺 是啊 像樓上就是女兒的空間 可是我發現其實即便是格局類似 但是他們的喜好就看得出來是很大的不同 對 所以每一層都有自己的小客廳 也有自己的親食區 那到了三樓就是大姐的房間 所以大姐她的需求就是她的睡眠區 跟妹妹的睡眠區其實也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三樓還有一個遊戲的小孩的遊戲的空間 那大姐的睡眠區裡面我們會用的就是會帶金屬跟布料進來 然後因為她這裡的窗景很好 對 所以我在這邊也設計了一個我們可以閱讀或者是喝茶 所以就自己都會想說我坐在這邊我看出去 還可以看到自己的招待所多美 還可以看到夕陽多好 然後因為大姐她有說她會在她的房間裡面有可能會看書 或者是會先生會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我們就會有放那個單椅進來 那所以我也會有給她書櫃 你可以坐在單椅這邊也要看書也好看手機都好 就是一個不會馬上就是躺在床上的一個小休憩的地方 了解 那像再來就是又回到我最喜歡的部分 更衣間 我突然發現樓上其實更衣間也很大 可是它跟樓下的配置設計完全不一樣 感覺功能跟訴求也不一樣 它居然有一個展示鞋子的一個鞋櫃耶 精品鞋櫃 我跟你說其實年紀不同 真的想法真的是不同 所以她的想法跟她的收藏 跟媽媽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她的鏡子 你有沒有發現她的鏡子很多 對 一直在反射 是是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大姐這樣子的年紀 其實她的需求就是她也會有名品的一些鞋子 精品包這些都是有的 所以她的規劃跟配置展示當然是不一樣的 今天這個自地自建的案例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我感受到很大的幸福 它可以讓一家人全部的人都可以住在一起 所以兩位總監完成了家中每個成員 各自想要的生活品質之外 又讓他們的感情更凝聚在一起 對啊 我自己都覺得很幸福 那黃總監基本上她的設計啊 跟她的就是所謂的監工的過程 其實都非常的仔細 精緻度啊 還有她可能裝潢的部分 其實都跟其他的自地之間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因為她目前是用豪宅的規格下去做一個大型的監工跟監督喔 所以其實我們來來回回很多次 但是其實每一次她都可以呈現出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算我們有提出很難的要求 她也都可以一一幫我們實現喔 像譬如說我目前我們電視場後面 它其實是手繪的畫板 但是它可以畫得跟大理石的原樣一模一樣 其實它每一個細節我們都有看在眼裡 想欣賞更多黃毅峰以及李宇之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聖視聖的作品 是北極族 有問題 是北極族 著名其他地方 有問題 設計師的作品